一项由莱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 获2018奥斯卡提名的最佳纪录片 Eb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日前在莱斯大学的BRC Auditorium 举行放映及座谈会 当天整个大理堂内坐满了中外观众 大家被剧情所震撼 放映反响不断 该片制片人Mark Milton 也接受了美南国际电视台的专访 来看记者发挥的报道 该片叙述了2008年进入风暴 美国政府杀鸡敬猴 找了一家纽约小型的华自银行 国宝银行来开刀 没想到他们找上的是一个律师世家 父亲孙启成是银行董事长 另外三位女儿 一家里有四位都是律师 再加上孙家财力雄厚 全家一心急剧凝聚力 孙家据力争 最终胜诉替华语出了口气 该纪录片的设置 全赖制片人Mark Milton 一眼看出这个题材 是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经典 因此在官司的进行时 即投入拍摄 因此该片全部都是 即时的真实记录 没有一点杜撰的成分 他们在拍摄时 也不知未来庭审结果会是如何 国宝银行的董事长孙启成先生 1935年生 16岁来美 是学法律出身的职业律师 他为了帮助华人受其服务 却遭到政府强压莫须有的罪名 不是这个大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必定要奋斗下去 为什么呢 这是为社会 我们中国社会受了这个侮辱 这个是很重要 对不对 那么而且呢 我们做这个银行 不一定大家知道 并不是说要来赚钱做的 我动机 30年之前 现在已经30多年了 34年之前 开始这个银行的时候 动机是要帮助这个社区来发展 这个我们做到的 该片纸片人Mark Milton 独自出资拍摄 在他拍摄的过程 官司还在进行 不晓得是否会赢 他只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公平 在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必须把它录下来 显示华人家族的团结力量 也替华人社区出了口气 通过该影片 全场人使一致认为 希望类似事件 不再在桥舍发生 华裔应该组织起来 团结起来 以投票享受政治的力量 唯有投票 华人才有权利 美南国际电视 记者秦鸿军 休斯登报道